哈喽大家好我是洪耀 哈喽大家好我是赵仙 今天我们要用商业视角来分析这个玻璃市啊 据说有意要学这个击打州禁止这个万字的投注战 这也可以是说是意料之内了 毕竟是国盟掌控嘛 这一届的大选国盟在这个玻璃市的州选举 从15席里面有14席竟然是被国盟赢下来 是而且最可怕的是呢 玻璃市其实是其中一个州属是从来没有改朝换代的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都是巫统这个执政了玻璃市长达60多年了 这一次一改朝换代就是14席给这个国盟给拿去 多么的可怕 所以这一次这个禁赌到底能不能做到 感觉上也是只是时间的问题 是那是不是时间的问题呢 可能请大家先订阅跟按赞这个频道 我们再继续的这个分析 那其实回到了一个观点 你会发现说几打州吉兰丹州 他们就是伊斯兰党执政之后 慢慢的就有很多这个所谓伊斯兰化的这个进程在进行嘛 那现在玻璃市感觉也是如此 他就有点像是大家都在比谁更加的保守 或是谁更加的伊斯兰这样的感觉 对不对 这其实如果要说这个比较 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是上个世纪其实我想造型应该是要讲 马哈迪领导的巫统 跟那时候的这个伊斯兰党之间的角逐吧 对不对 在当年这马哈迪成立了大联合政府之后 说大家我们就是要马来人就要大团结 伊斯兰党被迫无奈 从本来的马来人捍卫者 必须要选择另外一种身份 就是伊斯兰的捍卫者 哦也就是说伊斯兰党曾经不那么强调自己的宗教是吧 曾经他也是跟这个土团党 跟这个巫统一样也是讲马来人比较多 比较少讲穆斯林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常常一直在提起商业的一个概念的差异化竞争 当时候他已经没有卖点了 找到一个卖点是什么 伊斯兰 嗯 所以当时候马哈迪为了应对这个 这个伊斯兰党的强势崛起 像现在这样一样 一样是一个绿色浪潮在吉兰丹州 在东亚加斯拉州都吹起来了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 他也选择要跟他比较谁更加伊斯兰 嗯 那个时候我记得其实啊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水火不容的安华跟马哈迪 就是那个时候被这个马哈迪给拉进来的嘛 因为安华其实是那个时候的这个阿比 应该就是伊斯兰的青年领袖 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的一个主席嘛 所以其实马哈迪那时候把他招揽进去 他要做什么呢 他其实就是要证明给马来人看说 这个伊党每次说我不够 这个伊斯兰不对哦 你看安华这个所谓青年的伊斯兰领袖 他选择加入我的阵营哦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就走在一起 当然后面破裂了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马哈迪我的回应 这个伊党的一个抉择 除了是招揽这个安华 提拔这个安华 同时他也把一些伊斯兰学者送去中东留学 包括还有一些服装上面的规定 甚至也把他这个魔爪 升到了这个司法的这个领域当中 你的这个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司法这个部分 关于司法 其实他是废除宪法当中的121A条文 这可能有一点点门槛 请听我细细说 这个121A条文呢 本来他是禁止这个回教法庭去审视民事法庭的决定 比如说我们很多事情是民事法庭的 比如说婚姻 可能这个非穆斯林 他们结婚之间 他们其实是这个所谓的用民事法嘛 不是回教法庭 根据这个民事法当中 哎怎么样去可以构成夫妻 怎么样可以构成可能什么通奸 什么之类的 什么是背叛等等的 可是现在有一种案例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废除这个121A条文 本来我们本来是安的这个民事法庭去结婚的 这回教法庭是不可以审理我们的嘛 但是常常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我跟你是夫妻 你突然之间你转姓伊斯兰了 然后这个伊斯兰教法庭呢 他在你去那边申请离婚 然后他就把那个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你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冲突 然后民事法庭又不能去审核 又不能够去审核这个伊斯兰法庭的这个决定 所以就造成很多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很多 就是这种丈夫还是妻子 突然之间改姓的教 然后带着孩子改姓教的时候 拿不回来这样子的一个窘境 简单来说就是这回事 其实他就是伤害这个非穆斯林 这也是我们非穆斯林比较害怕 异行法还是其他的法律 更加扩大权限的一个原因 因为这样子情况就导致我们法律面前 人人并没有平等对不对 其实也不只是 这个所谓的非穆斯林害怕而已 其实穆斯林也害怕的 因为马拉迪在当年的时候 为了竞争他们也成立了这个 Jakim 就是宗教法庭 我每次看到情人节 就是有这个警察去出动 去酒店抓人 你们这个没有结婚的 在窗上就找 各种各样 其实他也是很大程度上的 使得我们的这个穆斯林同胞 就没有办法 就是有些人他喜欢 就没有那么遵循这个教义 或者是讲他们对他们而言 宗教而言是另外一种诠释方式 比如说在沙巴或沙巴拉越 他们就有很多不同的诠释方式 但我们这边可以下个小节 就是我们这个伊斯兰的竞争 其实是从上个世纪就开始 就一个人开始 伊斯兰党开始 他们说我们是更伊斯兰的 马哈迪就选择去 俯顺这个五浪潮 去跟他竞争这个部分 结果就衍生到现在2023年了 他们还是往这个方向去竞争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讲的 其实竞争伊斯兰 他就像是一个没有回头的一个列车 他永远都只能够往前行 似乎就是其实蛮可悲 因为其实我们非穆斯林 也有一点点无力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 伊斯兰精神的逻辑 你是不能够站在说 你们干嘛要那么宗教 我们这个我们要站在世俗的立场 我们应该要搞经济 搞这个赚钱最重要 他就说你无权讲我们穆斯林 为什么因为其实只有宗教师 或是懂可兰经的人 能够诠释这个东西 应该要怎么做 当然仕途其实在我们这个政治史上 是有很多的 比所谓比较开明的一些穆斯林领袖 比如说阿玛纳 他其实仕途提出一个比较开明的 伊斯兰的论述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不用那么注重 这个所谓的异形法等等 但结果而言 大家看到说 现在伊党可以赢 就是证明说 阿玛纳领袖 尤其是就比较武力一点点 所以我们目前还有两个 算是我们的一个小武器 就抵抗这伊斯兰浪潮 这个保守主义抬头这个武器 包括第一个是东马 这一次的大选在结束过后 其实东马也是很大程度 因为国盟的这个强势 而选择了最后选择 可能比较对他们而言 比较开明一些些的 这个西盟来组成政府 在GRS跟GPS都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东马是我们 挡住这个保守主义 让我们保持个 我们四十五国的地位的 这个一个防卫机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可能是我们的 这个皇室 也就是我们的苏丹 像是我们有 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在 Rofo州 当发现到一个那个洗衣店 不给这个 菲姆斯林进去的时候 苏丹一声令下就要解除 这样子不能 就告诉这种洗衣店 不能这样子运作 就必须要去听从这苏丹的命令 因为毕竟苏丹是一个 伊斯兰的捍卫者 还是个身份 所以他们也其实某程度也会跟 这个伊斯兰党去角逐 这方面的话语权 就是他其实也有这个权力去诠释 什么实在真正的伊斯兰 所以他扮演的角色真的很重要 不过我想除了这两个 这个因素之外呢 回到来 安华政府要怎么样去应对 这个伊斯兰党提出的 这个伊斯兰话的竞争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的选择 就像以前的马哈迪这样 选择跟他继续的竞争 这个伊斯兰的话语权 越来越保守的话 那国家就比较的悲观 但是如果安华可以坚持 他一贯以来的这个论述 就是多元种族路线 那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国家 可能还有一线的这个希望 也有可能可以像是之前的 各种各样的方式 引导伊斯兰党 不要再去往宗教那边竞争 可能往民审课题这边来竞争 引致内阁可能是一个 可以考虑的方式 其实更多 还有很多的这个 诱使伊斯兰党 走回所谓正途的方案 那这期节目 我们就先不聊那么多 我们如果想听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 然后我们下期再聊 点赞 谢谢